1940年7月25日上午 一辆奥尔斯汀叫车 刚刚驶出新加坡路10号不久 突然被逼停拦截在马路中央 四个飙行大汉掏出了盒子炮 随后一阵乱枪扫射 车上一共三人 一人当场死亡 一人被抵制脑门无法动弹 剩下的一人则被拖上了另一辆车 时逢乱世 像这样的绑架案 每天都在上海街头上演 只是这一次被绑走的这个人 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他叫做方夜仙 他是当时的中国日华大王 也是一名爱国商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说书人馆长 这期视频 我们就来讲讲方夜仙先生的传奇一生 在成为国货大王之前 方夜仙也曾经是个败家子 做生意总失败的败 方夜仙其实拿的是爽文大男主的剧本 父亲方选清一脉 是宁波正海名门望族救赎方家 母亲李盈娥 则来自另一名门肖刚李家 妥妥的世家公子富二代人设 按照一般的成长轨迹 他大可以继承家业做个富贵贤人 但偏偏方夜仙热爱化学 再加上从小受舅舅李真武 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影响 他一心想走实业救国之路 借着家底雄厚 十七八岁 他就和人一起投资开办了 诸如糖瓷厂 橡胶厂等各类工厂 但无一例外都黄了 1911年 方氏钱庄受时局影响关闭了大半 方夜仙被父亲交回家接手生意 没想到他不但不肯 反而还要继续办长 这次他想做的是日化类产品 方选亲看他已经赔进去那么多钱了 肯定不同意 一怒之下断了他的财路 方夜仙也是狠拳 得不到父亲的支持 那就说服母亲呗 1912年 拿着母亲一万元的私房钱作本 方夜仙成立了中国化学工业社 正式进军日化行业 她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 带着几个工人和学徒 日以继夜搞研究 第一款上市的产品就是三星牌芽粉 三星取福禄寿三星之意 其实作为清洁芽翅的产品 芽粉的使用在我国历史悠久 只是我们古代的芽粉成分 多是一些造角 生姜 生麻 地黄 汗帘 这样的中草料 再加一些盐 而像三星牌芽粉这样的现代芽粉 主要以乌贼鱼骨为原料 然而那会儿在市场上占主流的 还是日本的金刚石海芽粉 三星牌芽粉虽然有价格优势 但没有售卖渠道 只能顾人沿街叫买 就这么一点点从基层开始打向殖民度 1915年 方夜仙又说服舅舅李云书入股 并增设了果子露 皮鞋油等产品线 但总的来说 那一时期 三星牌旗下的日化产品 由于被洋货挤压市场 销量都不加 这也导致了中化社的连年亏损 转折发生在1919年 那一年五次运动爆发 之后掀起了全国性的 第一次大规模抵制日货 提倡国货的运动 坚持了七年没有闭场的方夜仙 终于等来了机会 三星牌芽粉 雪花糕等产品 成了人们争相购买的国货之一 中化社终于扭亏为盈 当年仅赚12万大洋 有了民众支持 有了大商场大柜台的货价渠道 方夜仙的才能 也有了更大的用力之力 他开始着手把中化社做大做强 尤其是在邀请叔父 方济阳入股之后 有了更充足的金融资本支持 这一时期 中化社着重打造的第一个产品 是三星牌芸香 在民国初期 国内市场上的芸香 基本被日本的野猪牌垄断 方夜仙一开始 买来了大量的野猪牌芸香 做成分研究 在知道关键配料是厨虫菊之后 就从日本购来原料 并请来香煮店的老师傅 进行反复调试 虽然研制成功了 但手工盘制的芸香很容易断 所以在最初的一两年 三星牌芸香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 为了保证质量 方夜仙派助手李耀斌 去日本学习 带着技术和机器图样回了国 方夜仙随即制办了机器 并一样化葫芦 把那一套机制盘形技术 运用到了三星牌芸香上 除此之外 三星牌芸香还做了进一步的技术改良 相比野猪牌芸香 只有6小时左右的使用时长 三星牌大概能用8、9个小时 方夜仙同时是一名非常有远见的管理者 在那个年代 他就采取了分级累计销售奖励制度 比如推销1万元以上的 给予3%的奖励 2万元以上的给4% 鼓励大家多销多得 而且还放宽账期 允许批发商们 在每年5月进行预售批货 等到中秋过后再统一结款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使得三星牌芸香逐渐站稳脚跟 并且赢得了明星 受此影响 无敌牌 月里嫦娥牌等其他国产品牌芸香 也都陆续上市 共同分饰野猪牌芸香的市场份额 在1925年武萨运动爆发后 日本的野猪牌芸香 在以三星牌为首的国产芸香围剿下 基本退出了中国市场 从方夜仙研制芸香算计 到这一天用了整整10年 由此可见 彼时国户产品生存的艰难环境 中跨市的另一个王牌产品 是三星牌芽膏 三星牌是以芽粉打开市场 虽然后期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但始终没有做到市场第一 而方夜仙已经看到了 芽膏即将取代芽粉的发展趋势 于是果断转向了芽膏生产 和研制文香一样 在芽膏的生产和推广上 它采取了类似的 模仿国外配方加低价促销策略 那块市场上最流行的是 美国的四代牌芽膏 所以方夜仙就把它作为主要的参照对象 1923年 三星牌芽膏作为第一只国产品牌芽膏 正式上市 虽然从原料到包装都是进口的 但价格却比四代牌芽膏便宜了三分之一 每只卖两毛五 后期更是降到了两毛钱 并且还以买一送一的方式来打开市场 再加上中化社财力日渐雄厚 所以方夜仙在芽膏的推广上 更舍得下本做营销 从1929年开始 在当时的广告大本营申报上 就开始单独刊登准版的三星牌芽膏广告 此外 方夜仙还在中化社专门成立了广告科 每年从营业额中提取0.3%作为广告费 1932年 他还高薪聘请了浙江商报的副刊编辑朱新公 担任广告科科长 朱新公也不负所望 不仅负责撰写相关产品的广告文案 还特地为三星牌芽膏策划了名为 玻璃管理的秘密的促销奖券 奖品分为1元 5元 10元三个档子 最高级别的则是福禄寿三星奖 凑齐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道住房 而当时的广告科里也是人才积极 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漫画家的张乐平 就是其中一员 他当时就以漫画的形式 为三星牌芽膏画了一系列的主题广告 刊登在申报之上 三星牌芽膏的火爆 也引来了其他同行的真相效仿 比如同样做热化品的严氏三兄弟 就从中化社挖来了不少人 对其芽膏配方加以改良 生产出了榴兰香口味的芽膏 命名为黑人牙膏 1936年 黑人牙膏更是打出了 用普通杂牌牙膏一跃 不如用黑人牙膏一次的广告语 并夸耀其为 现代医药界之惊人发明 有白尺杀柱除口臭 以及坚固牙龈等功效 或许是出于被挖墙脚的不甘 或许是出于对牙膏市场的争夺 方夜仙也加大了 自己产品的品牌营销力度 除了常规的报刊广告之外 他还玩起了创意性的影视营销 1937年 他突资赞助拍摄了一部电影 三星半月 可以看作是三星品牌的推广片 女主则由当时已经声明确起的 金嗓子周璇担任 其中由他演唱的插曲 《何日君再来》 成了当年的流行曲 也彻底唱红了三星品牌 三星牙膏在40年代初 年产量高达1300万只 成为中化社最稳定的现金流来源 不得不说 方夜仙这一套营销机制 真的是太现代了 即使以今天的视角来看 也丝毫不落伍 在牙膏上市的那一年 方夜仙还想推广调味粉 当时他的同学吴运出 已经成功调制出了味精 并命名为天厨牌味精 方夜仙对此很感兴趣 本来想一起投资的 但合作无果之后就自己开发 中化社旗下的观音牌调味粉 卫生牌味精等等 差不多与三星牌牙膏同期上市 只是当时的调味品市场 已经被天厨牌味精占得先机 再加上中化社的调味品 在质量上还是稍逊一筹 所以销量没有达到预期 不过卫生牌味精 因为价格较低 分散风险多品牌运营的商业策略 方夜仙在后期打造成功的 另一王牌产品则是剑刀牌肥皂 其实在上世纪30年代 国内的肥皂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有占据主要份额的英国丽华 也就是现在的联合丽华旗下的 相貌肥皂历史相造 也有向松茂打造的 五周固本肥皂等等 方夜仙为了使自家产品 在质量上能有更多的竞争优势 他派人做了详尽的市场调查 对肥皂生产提出了 不缩布料 不易变形 不伤皮肤的三点制作要求 1938年 剪刀牌肥皂正式上市 由于脂肪酸含量高 且价格也低 很快就占据了一席之地 不过 祥茂早就派人在暗中盯商 在得知其尚未完成品牌注册之后 连夜绘制了图案 抢先把剪刀牌做了登记 方夜仙派人去祥茂谈商标专理 但此时他的肥皂 已经对洋货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 于是 祥茂以提供甘油为条件 又使方夜仙放弃卖肥皂 方夜仙当然不会妥协 在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之下 他决定器用 已经有市场知名度的剪刀牌 而改用剪刀牌 再加上一系列的广告助推 在原有的渠道上 剪刀牌肥皂还是取得了 不错的销售成绩 方夜仙之所以选择做肥皂 很大一个原因 是想做到原料自足 牙膏的主要原料之一就是甘油 而甘油又是肥皂的副产品 相貌之所以拿出甘油作为条件 就是看准了方夜仙对于原料的需求 事实上 当年的市场就是如此 即使在市场上 国货品牌终于能与羊品牌一较高下 但大多数的原料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这就等于摁住了国货的命门 所以除了在制作产品 品牌营销之外 方夜仙干的另一件事 我认为更负远见 就是打造属于自己的供应链 比如在文香生产上 早期还需要从日本大量进口雏虫局 而为了摆脱这一局面 方夜仙后来组织人研究雏虫局的种植条件 而后在温州南通等地的农村 成功推广技术 而从30年代开始 他又陆续投资新建立了照星化学厂 处生产牙膏的原料 碳酸干 设立了精明玻璃厂 生产各类玻璃器皿 以及医药器械等等 如果故事到这儿 这就是一个富家大少与父亲反目成仇 一意故行想要实现自己的宏图伟制 并且历经多年 终于证明了自己的励志范本 但是在动荡的年代里 不管你是富二代还是企业家 或者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 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区别只在于有人惶惶度日 有人卖国求荣 也有人铁肩担道义 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保家卫国 而方夜仙恰恰就属于最后这一类人 方夜仙虽然是一名商人 但他实业九国的初心一直没变过 1927年成立的 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 是以上海各大厂商为主要成员的 一个社会团体 在某次会议上 面对日本货轻销的问题 大家并没有提出很好的解释方案 于是在会后 成员之一的方夜仙提议 可以搞一个聚餐会 让大家有机会跟深入讨论 新五聚餐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了 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会员们会一起坐下来 交流工厂的生产问题 128松户抗战爆发之后 上海有不少工厂被毁 新五聚餐会的成员们 想到可以利用银行资金 把工厂的产品运到各大城市 与当地的大商店合作 设立专门推销国货的大型商店 以中国人用中国货的行动 来对抗日本货的倾销 他们就此推选方夜仙等人 去和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 张公权商谈 而这个提议得到了张公权的支持 1932年9月18日 也就是918事变一周年国耻日当天 方夜仙作为中华社代表 联合盛德制造厂 中华法浪厂 美亚织筹厂 中华第一针织厂 三有实业社 五合制造厂 华丰帽厂 一星牙刷厂 共9家上海国货工厂 在南京路举办了 国货临时联合商场 没想到 大家消费的热情无比高涨 国货的售卖 得到了比他们想象中更热烈的支持 而在方夜仙的提议下 9大厂商一致同意 最终拿出营业额的5% 捐献于工艺事业 除此之外 正是看到了国货市场的无限潜力 方夜仙萌生了 开设永久性国货商场的念头 经过多方奔走接洽 在1933年2月9日 上海中国国货公司正式成立 由方夜仙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37年5月 方夜仙又联合吴运出等人 共同创办了中国国货联营公司 并先后在南京 宁波 汉口 等十多个城市设立分支 形成国货联销网络 抵制日货运动在各地声势高涨 商场之外 方夜仙也通过自己的方式 支持抗日事业 两次松户抗战 方夜仙都将厂房改建为临时医院 救助商员 还专门聘请民意前来治疗 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组织活动 方夜仙成为了大家眼中 名副其实的国货大王 个人声望也达到了顶点 而这也为他引来了杀身之火 一方面 方夜仙的抗日行径 已经让他成为了日伪的眼中钉 另一方面 在当时的上海 但凡有头有脸的人物 汪伟政府都想要来拉拢一把 更何况方夜仙还是商界领袖代表 于是 陈公伯特地选派了方夜仙的老乡 时任上海特别市长的傅小安 前去游说 希望他能合作 而且还承诺让他当事业部部长 方夜仙不仅坚决回绝 还反劝傅小安 不要与日本人同流合污 不要当汉奸 方夜仙不给汪伟面子的行为 给了地痞流氓吴思宝可乘之计 他原本是上海青帮大佬 纪云青手下的司机 后来加入了汪伟政府的 汉奸特务机构76号 担任警卫队长 他们这帮人 平日里除了肆意镇压抗日力量之外 就是杠杆绑架勒索 谋财害命的不法勾当 方夜仙身家不凡 吴思宝垂涎已久 在得到上司李氏群的手啃下 吴思宝开始计划绑架 他采用了他老婆设爱真的建议 利用一个熟人电话 假借谈生意约方夜仙外出 1940年7月25日上午 方夜仙带着保镖和司机 按照约定出门 半路被劫持带至76号 原本吴思宝只想从他身上捞一笔大的 奈何方夜仙宁死也不肯写信回家 路上所受的枪伤流血不止 又被皮鞭猛抽 冷水浇灌 几度昏迷 即便如此 他还是没能让吴思宝得逞 几天之后 方夜仙最终不堪折磨去世 但他毕竟不是无名小卒 吴思宝他们也不敢轻易 让人知道这件事 就封锁了消息 而另一边 在方夜仙被劫持的第二天 方家就登报 发了国货商人方夜仙 左备绑架的消息 同时也动用一切关系去打探 甚至找到了杜月笙的手下万莫林 但还是毫无音讯 直到后来 摄爱真无意中把这个消息 透露给了他的情妇李祖来 而李正是方家的亲戚 方家才终于得到下落 拿着十万直接去找了李世群 李世群看到方家来人 立马知道了来意 钱倒是收得利索 但并不承认这事是他们干的 更不敢透露方夜仙已死的消息 只说会帮忙去打探打探 最后他们把所有责任 都推到了不知名的土匪身上 给了方家一个殡仪馆地址 不过据方夜仙女儿回忆 其实他们当年并没有找到父亲的尸体 而为了保持中化社能稳定运营 在一段时间内 方家对于方夜仙之死也是密而不宣 当年的各种细节 后来人已无从知晓 如今回过头来看 其实我们并不缺民族品牌 也不缺民族企业 只是这一切的一切都被战争给打断了 我们现在经常说新国货新国货 同样的事情 方夜仙先生在一百年前其实就做过了 而他面对的又是怎样的环境 我总在想 或许如果不是战争 中化社就会是我们中国的 保洁和联合礼华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